曖昔 獨立而不改 忠行而不待 何以為貼地 無不知其擬 自知曰道 那這句話的意思 大意思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說 這個從道德系從第25章裡面出來 他說有物渾成 他說有個物 物就是有個東西嘛 有個東西啊 可是這個東西說有 你又看不到 可是說沒有 其實它還是有啦 就像剛剛講的 雖然看不到啊 可是它還是有 所以這個有物渾成 就是說這個有的 有可是看不到 可是沒有 實際上又存在 這個東西啊 它是怎樣 有物 油跟乎之間去混合 去形成的 他說有個東西啊 是這樣子 有跟乎之間混合而成 然後它是比什麼 比天地生 就是意思是什麼 先天地生啊 畢竟的意思是說什麼 我現在比你一樣 比天地更差 乎就對了 就我們所知啊 最早 宇宙溫物最早形成的是什麼 在乎的認知是什麼 天跟地嘛 他說這個東西就比天地還要早出現就對了 他說先天地生 他說即熙 遼熙 獨立而不改 收醒而不待 這個日期喔 即就是所謂無聲 無聲就對了 他這個大法也是一樣 他完全沒有聲音 你感覺不到他的聲音啊 然後他在聊西聊是什麼 就是很渺小 你要聊到沒有形狀 意思就是說什麼 你聽不到 你也看不到 可是他又怎麼樣 他又獨立而不改 他說獨立而不改 意思就是說他存在在那邊 他獨立就是說 他不會信心靠任何的東西 不像我們人啊 有個土地讓我們站啊 有個空氣讓我們呼吸吧 我們才有辦法生活下來 可是這個大法不用喔 它是完環全全 獨立的一個課題 他不需要靠任何的東西 那因為他不需要靠任何的東西 所以他怎麼樣 他不會有改變 他說獨立而不改 然後呢 周醒而不待 這個意思就是說 就算我們的太陽好了啦 我們地球喔 科學家都知道嘛 地球就是 繞著太陽走 那地球就有在活體上了 不會啦 如果活體上有東西就差啊 我們世紀就不會那個 就沒有增加修通 搞不好 每一整年都是夏天或者冬天 這氣勢就很難過了 所以這個東西啊 這個物喔 它是怎麼樣 它一直在運行喔 像剛剛講的 宇宙運行多久了 137 萬年 很久很久很久 這個科學 科學家查出來的 他正不正確 我們不見得知道啦 他說 周醒而不待 這個待的是什麼 這是卷以待的 奇怪 會掉下去了 說齁 他的鯊鯊鯊 他會說 如果有一點人就掉下去了 他是覺得 喔 依然 依然喔 太陽 什麼 我們現在的宇宙還是一定要在運行 他說 可以為一天一地名 也說 天地有點輕 就是 它意思就是什麼 這個東西啊 創造了天地 然後天地啊 又進而生出了晃度 所以就是說 有個東西啊 它就是這麼的玄妙 這麼功能 這麼的強大 這個功能強不強 很強喔 你看喔 像我們 人啊 這個 前一陣子天氣比較熱嘛 創造那個冷氣有沒有 那個冷氣大概覺得 嗯 北半天都越癢 吹起來怎麼樣 可是 它那個東天來有沒有 那個冷氣管一到 那個再強冷氣都比不過它 我們那個外套啊 什麼 馬上就穿起來 這個功能很強喔 那這個是什麼 什麼做 什麼的力量 其實這個不是喔 這是道喔 所以 所以 它就說 這個東西啊 它的功能很強 很大 然後它是整個 以天地 還要找出聲喔 那它就說 它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名字喔 所以它把它稱之為道 自知曰道 會把它稱之為道 然後 它同樣的啊 這個 可以寫一個呼籲啦 其實就是說 我們聽到很多道 道的道理喔 很多這個道的道理 啊 很多都聽過 其實我們可以 用點心去體會一下 它所代表的意思啦 它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 反正大家 體會啦 那 後選這個道的部分 就先講到這邊 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講到道吧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是人 那 後選這邊從 比較那個 就是從科學跟哲學的角度來看 就是在那個 科學跟那個 鐵哈的角度喔 這都是 以前是一些科學家 一些一些科學家 哲學家 他們都提出來 然後會的喔 你說 什麼是人 簡單來說喔 簡單來說喔 你知道 它這個人 稱之為 哺乳類動物喔 就是什麼 就是吃一年一大就對了 吃一年 哺乳類動物喔 像那個狗啊 那個也都是哺乳類動物啊 它可是人跟狗鬼一樣喔